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电话已关机 没了 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莫里亚的电话也关机了 东洋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份合同真不是你签的 我 我怎么可能签这个合同吗 我不可能我公司所有财产 跟元老做什么借款担保对不对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什么贷款公司呀 那这个字是不是你签的 这 这 这就是我写的 但 但我没写过这个合同呀 我核实过了 这个公章是真的 如果字也是你签的话 这份合同就是有效的 不 它 它就是个假合同这个 上个月七号 上个月七号你签过合同吗 七号 七号 想不起来了 那公司的合同 除了你之外 还有谁经手 叶达宁啊 叫她过来 这 这 这去老家了 我给她发发三天假 你马上给她打电话 好好好 用免听 什么也别说 就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听我的 好 喂 东阳 找我有事吗 丹宁 老家的事忙完了吗 能提前回来吗 想我啦 我帮过你的 吴明飞不在你身边吧 我一猜就不在 她要是在呀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好了 说正经的 领导有什么指示啊 你回来再说吧 你赶紧清机票 你好告诉我去接你啊 这么主动献殷勤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公司见 你去哪一家 resides 跟叶丹宁应该没关系吧 房人自信不可无 可是我跟她认识都好几年了 应该不至于啊 黄总跟袁朗还有莫林 她们认识的时间更长 这就是结果 喂 叔 你 你跟谁打电话呀 这件事情还是得告诉黄总 别 你 你别跟我妈说行不行啊 东阳 这可是大事 在这份合同里 公司的所有资产都做了担保 对方一旦起诉 求是必将易举 那我自己查呀 人都找不到 你上哪去查 我报警 我告他们诈骗 这明明就是诈骗 他现在已经做成了合同纠纷 东阳 你听我的 这件事情 我报警 你必须告诉我 你告诉我妈干吗呀 你告诉他 他跟我爸一直被心血毁在我手上是吗 东阳 现在不是选强的时候 那你丢不丢时间 我自己先查我们还有时间对不对 如果我拖一拖的话 应该能争取几天 好好好 那那小心拖几天 我们先找着叶丹宁 然后东进去之后咱们再说行不行 好吧 谢谢 谢谢 有剩下的情况 给我来电话 我的手机不关机 记住一点 遇到任何情况保持冷静 好 他发现了 来 这些东西拿着呢 这是一张新的电话卡 是用别人的名字办的 这张银行卡 是我用远房亲戚的名字给你办的 卡里的钱 够你好好休息一两年的 房子我也给你租好了 钥匙在这儿 我不想待在上海了吗 你现在去哪儿都不合适 用不了多久了 邱东阳就会从公司账案库里看到 那份和北京分销商的合同 少了最后一页 邱氏公司的每份合同 都是你经手的 他肯定会发疯了一样找你 说不定还会报警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是待在上海比较安全 害怕了 万一被查出了 我会坐牢吗 法律是要用证据说话的 合同是你经手 可是经过这么多天 经手的人不止你一个 只要没有证据 邱东阳和黄远莹 就算心里清楚 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你不承认 邱氏就必须理性合同 放心吧 霍迪 霍迪 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要离开上海了 还记得咱们一起看过一本书吗 书上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过去 决定了他的现在 这些年 为了活着我伪装成另外一个人 但从今以后 与你生活的我 不可能一直是那个戴着面具的我 真实的我没有这颗健康的心脏 它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所以万一 不要招呼 谢谢你 谢谢你救我 谢谢你救我 是 前几天 他还让我早点要孩子呢 说把丁丁带大了 就帮助我带孩子 你说 你说我对他不好吗 我做得挺好的 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 我还给他钱 我还帮他换了心 我们说他好好的 等他好了 我们好好过日子 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是不是 忘了心 心就变了 谁的心变了 当妈的心永远不会变的 我又不是他妈 其实我要的不多 我跟他说他好好的 我就让他陪我十年 我就吃足了 可是 他还是走了 走走吧 也比到时候我七老八十了 他才跟个年轻漂亮地走 我到那个时候更惨 可是他走得也太早了 我还没来得及好 我是孝敬他呢 他就走了 要是时光能倒流 他说什么我都听他的 我一定不再惹他生气了 好了 走了的人就走了 你再纠结都没有用了 你就是病了 累了 你想他了 他也不知道 所以啊 别难为自己了 最重要的 我们得好好活着 是我还是觉得我太不孝顺了 你是 就想让我妈在上海 住套大房子 可是倒凉我连点首付都没攒够 妈 说句实话 我对你 比对我妈孝顺多了 那你是对于东阳 都不是对我 我是重视东阳啊 可那不是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吗 要想夫妻和睦 家庭和睦 我不就得好好伺候您孝顺您吗 做饭 洗衣服 打扫房间 收拾屋子 这些都是我妈交给我的 可是这件事 我没有一件为她做过 直到她生命住院了 我再陪了她几天 我因为 害怕您不愿意 我想给她的零花钱 我还得瞒着您 我有那么小气吗 您是不怎么大吗 我妈老跟人家说 她闺女嫁得好 人家根本都不信 我妈穿的衣服 都是十几年前的老款 戴的首饰 还是当年赔嫁时候的首饰 在上海跟我哥 挤在这么一个小商品房里 人家能相信 那闺女嫁得好吗 人都说了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可是啊 这嫁得好未必能活得好 这鱼和熊掌啊不能兼得 人呀 不能太贪心 否则 你就会像我 老了老了还瞎折腾 折腾来折腾去 就落了个感谢信 这说出去啊 都是个笑话 妈 不管怎么说 无敌还活着呢 没说她哪一天又回来了 就把她为什么离开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 不是我妈都已经不在了 我想干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想跟她说对不起她 都听不到了 回来 等她回来 说不定人家已经取其生死了 我不想了 反正我对她问心无愧 不见也好 说不定这就是缘分尽了 好了不想了 饿了吧走 妈带你吃饭去 吃不下 妈 我吓我妈了 好了 把眼泪擦到 你再哭不吃饭 让你妈知道 她会心疼的 你别再想什么孝顺不孝顺的 人不在了 想这些也没有用 等你将来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了 当父母的 生孩子不是为了光中药做 能有大出息是最好的 她不了平平安安的 还少操心呢 你只要好好的 就是对她最大的孝顺 但是我没有妈了 傻孩子 别吓我 你还有我吗 你就拿我 当你的亲妈 好吗 好吗 不哭了 乖 吃饭去 啊 睡着了 睡了 这孩子太难活了 你小的时候比她还难活 什么呀 水卡啦 电卡 燃气卡 你快三叉五了 也看看那个表 别忘交了 另外做好了饭 别忘了把房门关上 这是丁丁的接送卡 爸 现在这个上下学的时间改了 比以前提前了半小时 你早上别忘了上闹钟 免得迟闹 爸 您要回去多长时间 十来天吧 那这个费用都不用缴了 你就回来了 万一要是回不来呢 什么意思啊 这 你不想挂了 我就是回来了我也不挂了 顶多是帮你打把手 也行 我都这么大了 我自己会管好的 大呀那挺好的 这是你一贯的作风 瞧你这话说的 就你这德奖 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老话不是说吗 前人走的路 后人都在走 年轻时候犯的错误 一个也少不了 不怕犯错误吧 就怕是一辈子 不知道自己有错误 行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男人 甭管有多大的本事 都要有天大的担当 这是你爷爷送给我的话 今天我把它正式地送给你 将来等丁丁长大了 你再把它送给她 其实我妈这辈子挺亏的 做女人都亏 谁不亏呀 我小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教育我 要乖 要听话 要做爸爸妈妈的小棉袄 等长大了 嫁人了 又被教育 要隐忍 要让步 要贤良淑德 要做贤妻良母 还得 顶起半边天 哎呀 想想当初 我想自己出来做公司 东阳她奶奶死活不同意 跟我寻死迷活的 还是我自己偷偷 背着她 到我们家亲戚那儿借的钱 才把公司搞起来 感谢观看 太多了 好 太多了 好 色情 想想那个时候真苦啊 我跟东阳他爸爸 每天就是 其实我知道 东阳一直挺疼我的 那也是我的功劳 是我教育的好 我从小就教育我们东阳 要做乖孩子 将来娶了老婆 要对老婆踏踏实实 一心一意的好 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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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妈真好 你一定要好好笑笑她 她不容易的 不要像我现在那么后悔 我今天跟你发誓 我一定要当一个好儿媳妇 你也好好地孝敬咱妈 你妈你的妈妈 都是我自己的妈那么孝敬 好好地孝敬咱妈 东阳 快来 妈刚熬好的 来 趁热吃 妈 我真不饿 海鲜舟 海鲜舟又不占地儿 你呀 这两天公司家里两边跑 都饿瘦了 谢谢妈 快吃 对了 妈 吴迪她走了 走就走吧 反正她病也治好了 我就当行善既得了 我就当行善既得了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就是最近公司可能是太多了 我有点累 对了 妈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跟元老 还有莫莉阿姨 认识多少年了 那可好几十年了 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跟你爸爸还没结婚呢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没什么 就是元老她最近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不莫莉阿姨回来了吗 然后公司最近有几个项目 都是用她的设计 我就怕影响公司 所以我就问问 妈 最近我听了一些闲话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我听说当年莫莉阿姨 跟元老离婚是因为你 胡说八道 她离婚的事 我跟你爸是都反对的 我两边劝 可他们谁都不听啊 你不知道那莫莉阿姨 死匠死匠的 千金大小姐脾气 稍微对她不入议 她就闹 她把元老弄得差点没自杀 那后来怎么样了 也没什么 她就是太任性 你给我说说具体的呗 其实很简单 就是元老当时在他们家公司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 那她就是算上门女婿了 这上门女婿的饭不好端 她要受老丈人的气 所以她就想离开 那个时候我跟你爸 正好在创建公司 所以她就想跟我一起创业 我当时是不同意的 可是她背着我 把所有的条件 跟你爸都谈好了 等我知道了 她已经把合同都签了 那再后来呢 再后来 好像不到一年吧 他们就移民去美国了 那你说这莫莉阿姨 怎么又回来了呢 她是不是准备跟元老复婚啊 这事我哪知道呀 他们两个人恩恩怨怨一辈子了 感情的事情我哪知道呀 对不起 您好 爹地 你怎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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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